越買越多越買越爆 如果你有買急凍食物 或者你都會遇到過相同問題 就是雪櫃不夠位? 一個小型冰櫃或者就是你的出路 家裡一般的家用雪櫃都是由冰格製造冷風 到高溫櫃那邊 但如果你把家裡的冰櫃塞滿的時候 冷風就不會吹得到高溫櫃那邊 就有機會令到高溫櫃的食物就會變壞 如果不想影響雪櫃的運作 我建議大家冰格都是八成本好 小型冰櫃的好處是 體積細但容量大 不過可能有人會覺得 保持低溫就一定很浪費電 但其實正常雪櫃一般是200W 而小型冰櫃一般都是70W 限電得多 以中電的計算方法 一個月30日計算 大概會花70元電費 大家就可以有個概念 冰櫃主流都有兩款 一款是烏門 一款是蝶蓋式 烏門以平面式開門 位置考慮比較有彈性 但烏門比較薄 而且沒有厚膠邊 保溫力入半度會差些 而且會因為容易接觸空氣 而比較容易結霜 而我身邊這款是蝶蓋式 蝶蓋式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它有一個膠邊在裏 保溫能力會好些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會起霜 我買了一個冰櫃回家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就不會立刻穿機 有機會因為運送途中 大側的那部機 雪種就會停留在喉管裡 或者摩打裡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 放好位置之後 靜止回去三至四個小時 才好穿機 雪櫃就會保持得好些 不會那麼容易壞 有些朋友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機面會有些渡汗水 或者那個面不夠冷 我們大家可以去這個家品店 買一個保溫面 其實用法很簡單 只需要打開它 就放在食物面上 再蓋上蓋上蓋上就可以了 不過提下大家 保溫面最好可以貼四邊 不要留有空隙 效果就會更好 另一個情況 就很容易做外部機 有很多朋友 把冰櫃放在戶外 然後又怕塵 所以就會蓋上蓋上去 防塵 其實冰櫃 金屬表面都是一種散熱的一部份 所以蓋著它 都會令到它超過熱 其實一般冰櫃外殼都可以防水 所以放露台都不成問題 不需要特別 完全蓋部保護 反而要注意 不要長時間被陽光直射 避免過熱 因為始終這個是冰櫃 內部都會有機會起霜 有些人會用專業器具 在金屬表面剷走些雪 但如果技術不好的話 就會有機會霜到金屬表面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拿走些急凍物件 然後停了機器 打開蓋子 讓它慢慢溶雪 裡面就會有去水位 其實為什麼要溶雪 因為裡面會越積越大冰 就會有機會影響到冰櫃的運作 以及影響到它的溶積 所以最好都是一個月做一次 不要懶 蘋果揭露暴政真相 請支持訂閱